本港上月底起,开放给12岁或以上免疫力药人士, 接种第三针后三个月可以打第四针。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, 科学委员会将在星期三开会讨论第四针具体安排, 预计会讨论长者是否获得优先接种。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林子超说, 第三针加强剂的保护力将在接种4个月后开始下降, 加上本港有机会爆发第六波, 而且本港染疫死亡的患者多数是50岁以上。 现阶段可考虑采用美国药监局建议, 批准50岁以上人士及高危人士, 包括长者,还有长期病患打第四针。 他建议长者到时可以去私家医生, 疫苗注射中心或流动接种站打第四针。 如果个别长者行动不便, 政府可考虑安排上门打针。 而外展队亦可去老人、社区中心或院舍帮长者打针。 至于儿童虽然属于第五波的高危群组, 但现在社会还在讨论小朋友是否必须打第三针, 所以第四针原至上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